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在与凤行中展现女性力量,收获观众好评 提及赵丽颖,人们总会想到她那双充满灵气的眼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从陆珍传奇中的小宫女到今日迎评上的璀璨明星,赵丽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那份最实惠的女性力量 在《陆珍传奇》中,赵丽颖饰演的陆珍,凭借智慧和勇气,一步步走上高位,成为一代女乡 这部剧的大获成功,不仅让赵丽颖的名字家喻户晓,更是她演绎事业的转折点 她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认可,正式开启了她的资本博弈之路 赵丽颖的野心从不止步于迎评之上 她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只有不断前进,才能站稳脚跟 短暂的低谷并没有让她气馁,反而激发了她更强烈的进取心 她以事业为重,抓住每一个机会,将资源最大化利用,让自己的演绎事业不断攀升 除了演绎事业,赵丽颖还展现出了惊人的财商 她不止于赚钱,更懂得如何利用资产和杠杆,成为资本 她的投资眼光独到,无论是影视项目还是商业合作,都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实现双赢 这种务实而精明的态度,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她身上那种最实惠的女性力量 她有野心,有事业心,有财商,这些特质让她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她的逆袭之路,不仅让内娱和观众看到了希望,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收获 在《雨凤行》中,赵丽颖再次展现了她的演技和魅力 这部剧的爆火并非偶然,而是赵丽颖多年努力的结果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女性不仅可以在银屏上闪耀光芒 更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和智慧 赵丽颖的故事,是一部充满奋斗和拼搏的励志传奇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最实惠的女性力量 她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 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 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在赵丽颖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无限可能 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不仅可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更可以在生活中展现出独立、自信、坚韧的品质 赵丽颖,这位最实惠的女性力量代表 将继续在银屏上绽放光彩,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女神 《与凤行》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剧集 而赵丽颖在其中的角色扮演展现了强大的女性力量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好评 她的表演不仅仅是角色的演绎,更是对女性力量的真实诠释 让人深受感动和鼓舞 在剧中,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不仅有着坚韧不拔的性格 还展现出了智慧和勇气 她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成为了许多观众心目中的女性典范 不论是面对困境还是挑战 她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 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英雄 赵丽颖在《与凤行》中的出色表现 不仅让人们对她的演技刮目相看 更让人们对她本人的品质和气质充满了赞赏 她所展现出的女性力量不仅体现在剧中的角色形象上 更体现在她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上 她用实际行动向观众传递着正能量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因此,赵丽颖在《与凤行》中的出色表现 不仅仅是一部剧集的演出 更是对女性力量的赞颂和呼唤 她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树立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典范 激励着更多的人勇敢向前 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望赵丽颖能继续在未来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多的女性魅力 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角色 王一博追风者演技经验,引发观众共鸣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真实演绎了穷困潦倒的角色 细节表演和哭戏令人印象深刻 她的演技进步和突破得到了观众认可 展现了专业素养和追求梦想的决心 应给予年轻演员更多支持和鼓励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演让观众眼前一亮 他所饰演的角色未若来真实地呈现了穷困潦倒的形象 这不仅体现在简陋的小屋和破旧的衣物上 更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表现出来 观众可以看到床底的灰尘 掉漆的皮鞋 以及毛巾比擦脚步还要破旧 这种真实感不仅在道具上表现 还贯穿在王一博的表演中 他吃饼干时赛满嘴的模样 展现了穷人难得的美食 而将剩余的饼干赛回嘴里的场景 更是展现了生活的无奈与艰辛 这些细节设计和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了真实的穷困生活 与其他影视作品中的假穷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王一博的哭泣也打动了观众的心弦 他所展现出的无助和破碎感让人产生共鸣 仿佛真的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这种真实的情感表达让观众更加投入到角色的世界中 与角色一同尽力起伏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演不仅展现了他的演技功底 更让人们对他的表演才华刮目相看 王一博的演技进步和突破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他早期在偶像剧中的表现一般 但近两年来 他通过一系列作品展现了令人惊艳的演技 特别是去年出演的三部电影《无名》 《长空之王》 热烈 让观众看到了他的不俗表现 在这些作品中 王一博成功地摆脱了偶像包袱 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角色形象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而在追风者中 他更是彻底丢掉了偶像光环 素颜出演 半丑半穷 表现得毫无保留 与一些以颜值取胜的演员相比 王一博更注重角色的塑造和表演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 他所饰演的角色和他平时的形象反差巨大 但他却能够完美地融入角色 不显突兀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功底 这种突破和进步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一博的演技进步和突破 不仅是对自己不懈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观众期待的回应 相信他未来的表现会更加出色 对于王一博的肯定和鼓励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名年轻演员 他不断突破自我 追求更高的表演境界 展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尽管他出身于爱豆行业 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舒适圈内 而是不断挑战自己 不断超越自我 他的努力和付出值得我们的尊重和鼓励 于此我们也应该反对那些无端的黑平和贬低 每个人都有改进和进步的空间 而且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挫折和困难是难免的 我们应该给予年轻演员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让他们在压力和挑战面前能够坚定前行 对于王一博这样努力上进的年轻演员 给予一些鼓励又何妨呢 在对待演员的评价上 我们更应该做到公正和理性 不要轻易忘加评判 爱豆出身并不意味着演技就一定较差 每个人都应该用心去发现他们的闪光点 给予他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让我们共同为那些努力拼搏的年轻演员们加油 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共同见证他们的成长与成功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赏 他的演技不仅展现出了专业的水准 更让观众们产生了共鸣和情感共鸣 通过他在剧中的精彩演绎 观众们仿佛与角色的内心世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感受到了情感的冲击和情绪的共振 王一博塑造的角色形象生动而立体 他用心灵深处的细微情感和真挚表演 打动了观众的心灵 他的表演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